网络通讯软体为新起的年代 各县市有预签加邮政代办所 以书局最常见 而随着时代的改变 代办所逐年减少 台中目前仅剩下61处 多数是复合式经营 其中邻近高美市地的中药行 最为特别是在地人的好邻居 中药行老板手上拿着不是导药器 而是油搓张 信件一封一封盖下去 就等着邮差来将他带走 原本是隔壁在街 开那个干嘛店 街做原本作邮政代办所 后来因为老板娘年纪大了 他们要把店收起来 就因为机会 我们就把他接过来做 因为我们这里比较乡下 所以我们有些欧巴桑自己种的菜 他们也没有农药 然后就会说要寄去北部都市 给他们的儿孙去吃 那有些欧巴桑他不认识字 他就说你来下一个 因为都寄到很熟了 我这间隔壁的 另外这间隔壁的 我就说好我知道了 我就帮他记录这样子 老板娘边说边笑 对于区里的长辈 实在有太多可爱的印象 随着时代改变 手写信件 寄货管道多元 清水区邮政代办所也仅剩四间 中药行代办邮政业务 目前已经迈入第15年 除了附近国小及工厂会计刮号信件外 平日邮件量不多 但因为临近高美湿地 如果推出纪念邮票时 会有许多的集邮迷上门 集邮的那些人士呢 就会专程来到我家盖邮戳 红白乡间的灯塔 高美湿地夕阳景色 除了购买纪念套票 也会有人为了盖这个 专属的高美邮戳而来 而这间中药行间邮政代办 全年无休 是滨海居民的好邻居 满满人情味的中药房 不只卖食补药材 跟协助邮政代办业务 升去了许多老人家去邮局 抽号码牌跟排队的时间